近期电动车在中国大陆出现充电费攀升涨幅从一成到翻倍不等 价格相对混乱的问题 同时欧洲市场也出现变数 包括英国宣布延迟全面转型电动车的时程 以及欧洲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可能在13个月后加征关税 至于在中国投资的欧盟企业则是对北京当局近来矛盾的外资政策 还有经营环境感到无所适从 并且也影响到了投资的信心 对中国经济恐怕在天负面影 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大环境下 新能源车仍然逆势上扬 从2021年以来每月销量基本成攀升趋势 之前是开油车嘛 现在油价稍微有点贵了 然后换车的话就准备换存电了 国际油价居高不下 促使更多人考虑改开电动车 然而不少大陆电动车主进来却发现 充电价格正悄悄调升 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广州重庆等各大城市 7月以来陆续传出充电涨价的消息 而且价格增幅差距很大 从涨一层到翻倍都有 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 充电价格也不尽相同 为了省充电费驾驶们精打细算 不但透过APP寻找相对便宜的地区与时段充电 还有网约车驾驶 干脆每天往返60公里去郊区充电 一个月能省下400元人民币 充电桩业者表示价差来自服务费的差异 而服务费又涉及充电业者的利润 当前多数业者为了抢市战略 积极扩增充电桩数量 却得等电动车未来高速发展才可能回收 因此资金不够厚的中小型业者 就会承担更多压力 除了充电价格攀升的负面消息之外 中国电动车在出口市场上 原本锁定的欧洲蓝海区域也出现变数 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三宣布 把竞售汽油车全面转型电动车的时程 从原本的2030年延后五年 以便减轻英国家庭在能源转型过程中 所产生的无法接受的成本 让更多人能够认同并且接受竞零排放政策 除了要担心这股推迟电动车转型的风潮 会不会吹向整个欧洲 从而打乱中国电动车出口扩张步伐之外 欧盟当前对中国电动车展开的反补贴调查 也为市场投下震撼弹 尽管欧盟官员强调 从开展调查到可能加征关税 至少也要9到13个月的时间 但北京已经高分贝反弹 并且要求欧盟审慎考虑 欧盟方面应当认真倾听业界的呼声 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 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北京要欧盟给予公平市场环境的同时 欧洲企业在中国的经营 则是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干预 中国欧盟商会周三在北京发表 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 直至北京在过去一年来 持续发出自相矛盾的讯息 包括声称要改善商业环境 却又抛出带有模糊性的 国家安全法律法规 例如反间谍法 中方这种对法律解释的 不可预测性以及矛盾态度 让欧洲企业无所适从 生存与信心危机持续攀升 若情况无法得到改善 外商可能会降低投资或撤出 对当前放缓的中国经济来说 恐怕又是雪上加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